I'll take a yellow sip 'cause I'm tryna have a better day ain't gonna get delirious just sit here by the... 大家好 我是芳婷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很久沒試過認真地坐在這裡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就是身處在台北 準備和朋友出去吃飯 素顏的狀態 之前在IG的reels也拍過很多化妝片 但可能只有一分鐘介紹得不太詳細 所以我想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用過好用的Skin Care 還有我的化妝品 這個是我以前大學上學的樣子 這是我學會化妝的樣子 真的很大分別 學會化妝是一個對自己的投資 一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化妝之前保濕一定要做得好 這樣才會脫妝 我之前塗Skin Care 手髮是這樣 化妝才看到我呆了 這樣吸收不到的 一定要按壓上去和拉上去 才會提升 我這次旅行就帶了Clinic的爆水珠珠 其實我是因為看到條絲推薦 很好用的 其實也蠻保濕的 它不會很黏的 很清爽的 頭就這樣擦就OK 要用一點力 之後我就要大推這支 我用了很久的防曬 這個防曬其實是我的Facial朋友 自己自家研發 很碎 而且不會泛白 我最怕就是塗我的防曬 感覺是很辣 每次的 而且沒有味道 所以我臉上是很清爽的 小時候真的不聽媽媽說 沒有塗防曬 搞得我現在臉上有很多 雀斑 記得一定要塗防曬 所以我的防曬吸收好之後 我就開始遮瑕了 遮瑕先的話 其實蓋上粉底的量會比較少 我妝感也沒有那麼重 這個就是拍過影片介紹過的WikWik遮瑕膏 首先會用這個顏色去遮最黑的位置 黑暗圈這個位置 最黑的位置 就壓下去這樣 然後就印出來 然後再用這個顏色 輕輕地拍 提亮你的眼袋 然後再用黃色這裡 提亮鼻子的位置 而我臉的側邊抖印 我會用Tarte Cream Beauty的遮瑕膏 比起我的膚色是深色一點的 一個一個這樣點 其實皮膚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很多暗色 要化好我的底妝 其實其他東西都OK 暗瘡究竟是怎樣遮呢 就是在同一個位置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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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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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會吸收粉底裡面 塗粉底也有一個技巧 一下 挖一下 下面這個位置挖一下 按壓上去 我這個化妝技巧 我真的付錢出去上課學回來的 而我的老師 在MADD做了7年的化妝師 如果有什麼錯過 也麻煩指證一下我 因為我不是化妝的高手 但這就是我得分你的經驗 我的底妝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樣子馬上精神了很多 粉底真的很體諒 我的膚色 就是收容了 那我就會用Julie Door 看到這裡有兩個顏色 不知道用哪個好 這樣四下 在這個位置畫一個大圓圈 記得畫在眉毛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拉下去一下 大家看到嗎 鼻子已經立即高了 邊緣同樣都是四下 因為我的鼻子這個位置比較闊 想收窄一點 同樣點四下 在這個位置梳一梳 臉其實好像氣球一樣 如果你把它這樣縮實的話 臉就會變小了 我的拳骨是比較大 我就會在這個位置打陰影 然後再打下來這裡 同樣方法 1 2 3 4 這個位置 然後這樣打圈 在這條線上拉下去 如果想我鼻子再高一點 這個白色再提亮一下 這個位置 還有在這個位置 這裡還有閃粉 這個位置點一下 然後在這個位置 再點一下鼻子 立即出來了 我已經做了這個眼睫毛 不需要畫一些很誇張的眼影 眼睫已經很誇張了 那我就畫一條三分之一的眼線出來 平望 一條直的線 抬過頭 這個有一個三個型 這個位置就填一些 那就完成了 看看 之後我就會用這個液體胭脂 又是在我的real set出現了極多次 如果看粉狀的胭脂 很容易就會碎掉 我就會點兩下 我超喜歡液體胭脂的感覺 真的自然透出來這麼漂亮 我不覺得現在好像欠一點東西 就是欠一點眉 但我在這個時候 我首先用MAC的定妝噴毛 噴一下 以前定妝可能我只是噴兩下 去到晚上整個妝都會掉 但現在噴多了 定妝的效果真的好一點 等它乾的時間 我就會塗這個Ritual的潤唇膏 很潤 很喜歡它的設計 不斷按一下 轉出來 拍這個MAKE UP FOREVER的碎粉 不是由這個位置開始拍 而是由這裡開始拍 因為我這裡最多暗創 然後很多遮瑕膏在這裡 用最多的碎粉拍在這裡 最後才帶來這邊 鼻也記得要拍 因為剛剛下了這麼漂亮的highlight 眉也要拍 乾一點用上色和定妝 妝就定好了 現在就用Bobbi Brown的眉筆 我眉本身比較濃厚 所以我需要填一個洞就OK 先放下面這條線 輕輕地滑上去 眉的這個位置 其實是對著眼的三分之一 之後就填上本身的洞 然後就用這個掃 掃一下眉筆 因為我的頭髮比較淺色 還要用淺色的gel 液好眉筆 因為我沒有帶眉筆 我會用這個啡色的Mascara 向毛的方向掃 最後的步驟 就是這支Bobbi Brown的神脈 759號色 嘴現在立刻刺了很多 嘴顏色太深 先嗅一下 現在我的妝已經準備好了 之後才發現 原來化妝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妝前的Skin Care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懶 如果有時間的話 最好也是敷一個15分鐘的面膜 讓妝更加貼服在你的臉上 好 我的妝容已經搞定好了 不知道這條影片對大家有沒有幫助 因為這條影片 是結合我所有化妝學識的東西 包括我是上網看別人的教學 然後跟老師去學化妝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你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些化妝的影片 記得CLS 留言 分享這條影片 今天是旁邊的小鐘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